黄马真精明,一举错让五年四冠功臣进退两难,C罗离队之差官宣,实现五年四座欧冠的黄马已经获得13座欧冠奖杯,而当家球星C罗与黄马之间的离队消息也闹得沸沸扬扬,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黄马并没有给C罗掌心,没有如愿以偿加薪的C罗将会如何选择呢? 黄马主席弗洛伦·蒂诺曾取诺给C罗加薪但并没有兑现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想让其主动离队,想引进内玛尔的黄马,到底是想干什么呢? C罗这位帮助黄马五年四座欧冠的功臣的确有些状态下滑,但略显寒酸的球队薪资显然不服C罗的巨星身份,这让C罗多少难以接受,至少3000万欧元是能接受的报价。 C罗仍能帮助黄马进球,其次他的商业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。 弗洛伦·蒂诺有再大的本事也很难拔得动没有违约金的内玛尔,就算C罗如何不买自己的2500万欧元薪资也只能继续效力于黄马,毕竟C罗十亿的违约金目前没有哪支球队能付得起,黄马也不会低于近2亿欧元的标价。 是问哪支球队能容下C罗呢?换句话说,就算内玛尔真的来了黄马,那么C罗也只有离队的选择。 当初内玛尔从巴萨离队球迷们清楚,就是因为一山不容二虎,有梅西在内玛尔是当不了老大的位置。 C罗最有可能去的就是巴黎,回马连,去巴萨是不可能的,现如今时代不同,谈的都是生意,从目前情势来看,只能说C罗迟早是会离开黄马的,或许内玛尔转会成功成为下一个头牌。 但黄马通过C罗的转会捞去大笔转会费,再给内玛尔支付C罗近两倍的工资,那么这样的黄马很难让人感觉得到人情类,难道黄马没有人情类吗? 黄马给了C罗想要的荣誉和队内高薪,更获得了四座金球奖,当然C罗也帮助球队赢了多个冠军,尽管现在C罗的上场次数和时间都少了,但黄马仍给了他队内的最高薪资,的确,这是球队管理层所面临的问题,不仅要平衡更衣式的矛盾,还要照顾C罗的感受, 只能说如果C罗真走了,黄马将迎来非常大的变革,战术基础以及防守反击都要做出大的改变,不论是俱乐部还是C罗球员本身,一切都是利益在作怪,希望两者之间能找到很好的平衡点,这样黄马和C罗都能很愉快地相处下去。